大家好,欢迎又回来我们的频道 画面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 GameCase所新开发的新掌机 我们只是要讨论最下面那台最小的PocketGo 还是他们中国国内叫着小米优的掌机 相信小PocketGo应该都不会陌生吧 只要对开源掌机有认识的还是有把玩的人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台PocketGo 它有点稍微更原装的PocketGo是不一样的 因为GameCase为它重新开发了它自己的板件 也采用了树莓派CM3的核心 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个直接从厂家所发出来的影片 怎么样组装PocketGo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配件 就好比屏幕、电池、喇叭、主板、外壳、树莓派CM3、导电焦、按键之类的 然后在这个主板上它也改进了许多比较方便的操作 就好比它的音量的调整的大小之类的跟其他的 在这里 厂家也向我们展示了 GBA最新的3.5寸树莓派CM3 这个是去确定了的款式 将会开始发售了 是有加上了遥控、遥干 好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怎么样组装吧 在正式发售的时候 它是会以整机还是套件来发售这个PocketGo小米哦 如果是买套件的 就需要稍改一下这个外壳 我们首先 首先我们需要把后面外壳的几个点给剪掉还是磨掉 后面这些它会卡到那个主板 我们就放不进那个主板 主板就不能完全跟外壳贴合了 我们也需要把外壳的屏幕边缘给去掉一些 稍微把它给剪掉还是磨掉 因为这个套件所跟来的屏幕是已经配成全贴合屏幕了 这个全贴合屏幕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再有进灰尘的烦恼 然后更好的角度 光线 全都会比没有全贴合的来的好很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当我们把这些都给磨掉去掉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所需要剩下的零件给完全组装起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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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因为这个是全贴合屏幕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一些胶来把这个屏幕给站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这里我们看到厂家他所推荐的是用贴屏幕的B7000胶水来粘贴 它的好处是你不怕站到外壳上都有因为它是软的 等它干了后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给去掉去掉那些多余的产胶 它这套件也是跟了系统和闪存卡来了 我们只需要把它给插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把玩我们的新宝贝了 完成后我们就看到跟平时我们所看到的树梅派掌机是没什么不一样的 其实单看这个组装影片并没有觉得有多困难 你们觉得会困难吗 如果会的还是觉得很麻烦的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留下你们的意见让我知道一下 我觉得这个组装可以让有一些有稍微动手能力的人 可以慢慢享受折腾的快感 就是喜欢去折腾去组装一些东西的人 应该觉得这个是一个享受吧 组装看起来是比较简单 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又怎么样呢 那就等我们收到我们的套件时 我们会再拍一个影片 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不是有这么的简单呢 好了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再让大家知道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 记得订阅哦 还没有按赞的也按赞 然后帮我们分享去去吧 下一次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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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